年仅20岁的南京姑娘许安琪与她的三位师姐 夺得中国第一枚女子重建奥运会金牌 今天许安琪的家人和所有关心她的人都通过不同的方式向她表示祝贺 看看 这里是南京市浦口区顶山街道 也是许安琪出生的地方 得知安琪夺冠的消息之后呢 她父亲的朋友和邻居呢 就在社区的各个地方挂上了很多这样子的祝贺的横幅 而不远处许安琪的父亲许振丽 工作的单位场区也正在进行一场庆祝仪式 这是你们家的骄傲 也是福建公司的骄傲 曾博人的骄傲 自从女儿为南京摘得伦敦奥运会 首先许振丽的电话和短信就一直没断 她不停的和祝贺的人说谢谢 其实年轻的许安琪是作为基建队候补队员去伦敦参赛的 没想到不仅上场了 还在决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终的夺冠更是让父亲 没想到 在许振丽看来 女儿最可贵的品格在于坚持 12岁那年 公园路体校的重建教练 到浦口他所就读的小学挑选了7个孩子 然而一个月的封闭训练 吓走了6个孩子 唯独剩下了安琪 而且一练就是8年 有趣的是 因为1米83的大高个又特别能吃苦 许安琪在基建队得了一个许大壮的绰号 他汗 他有经验 你看他的腿可能比这几个运动员都粗 他可能我腿这么小 他跟我做一块 他腿这么粗 比我粗两个 我说你怎么练那么粗 现在烦死了 我运动员就必须要有什么胜费 不过被称为大壮的许安琪却因为练得太过拼命 在今年年初出现了尿血症状 让家人担心坏了 就在许珍丽和我们聊天的时候 他接到了女儿从北京打来的电话 女儿明天要回南京的消息 让许珍丽又兴奋起来 她准备到安琪的爷爷奶奶家做一桌子菜 一家人好好聚一聚 江苏城市闻到为您报道 奥运赛事已经过半了 中国军团重新占据了奖牌榜的投名 其中有三块金牌就是咱们江苏制造 那么接下来我们连线一下 正在伦敦演播室的变明 来听一听他对这些优秀的江苏健儿的看法 你好 变明 大林 聂琪 你们好 这里是伦敦和大家一起来看奥运 我们来伦敦以前参加了省体育局 召开的一个新闻发布会 在会上很低调的宣布 这次江苏代表团的金牌是两到三块 可能有人会觉得奇怪 在北京奥运会上我们拿到了八块金牌 全国第一 怎么这次的指标那么低呢 那是因为北京奥运会以后 江苏的军团的实力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一批老运动员退役 另外还有伤病 两到三块金牌应该说是比较符合江苏运动员实际的 即使是这样 到了伦敦以后 江苏代表团也一直坠坠不安 这三块金牌只有到了昨天下午 蔡云和傅海峰 拿到了羽毛球男子双打以后 这个任务才算是完成了 如果非要说这三枚金牌里边有一些什么不足的话 就是这三枚金牌应该说都是团队合作项目 像女子跳台的双人 像女子中箭 还有羽毛球的双打 好在在接下来的比赛日当中 江苏运动员还有两次争夺单向金牌的这样一个机会 比如说吴静玉的柔道 还有陈若霖的女子跳台十米版的个人 我们想如果他们把这两个单人的金牌再拿一下的话 那对我们江苏代表团来说 这个任务就算是完成的非常完美了 我们在前方您在后方 我们大家一起来为他们加油 谢谢大家